三天灭亡德国,是苏联和德国为马政府签订拉巴洛条约后,波兰军方料下的一句狠话。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波兰非常不利,波兰是在借机威胁德国。不过,当时波兰确实有威胁德国的资本,并不是大话。 波兰第二共和国是在一战结束后,由因法扶持起来的一个东欧大国,专门用来遏制苏联和德国的棋子。当时的波兰很强,军事实力可以跟苏联运钢,不是善茶字。 1921年3月18日,波兰和苏联在拉托维亚首都利加签署了利加条约,结束了长达两年的苏波战争。签订条约后,苏波双方对结果都不满意,都觉得自己吃亏了。 尤其是波兰,恨不得立刻组织散攻,在了苏联。不过,很快就传来了一个坏消息,把波兰上下都给气疯了。 1922年4月16日,德国和苏联签订了拉巴洛条约,双方各自承认对方的合法性,恢复了外交和领事关系。并且苏联和德国还在军事上进行了深度交流。 比如苏联为德国提供武器试验的场所,苏联则得到德国教官对其军队进行现代话语训练。 两国间的合作十分密切,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,当时德国军队领导人汉斯冯赛克特将军甚至认为苏联是理想的盟友,两国的合作可以长久,并共同于未来将波兰毁灭。 苏德同流和乌乌意味什么?看地图就知道,德波苏三国同三明治一样,波兰就是夹在苏德中间那块肉。 因此,这个事件让波兰感到极大的威胁,认为德苏联国军队,未来可能发动向华莎进攻的巨大弦形攻势。 为了缓解压力,波兰放弃了对苏联的敌视态度,主动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,并于1922年6月,主动与苏联签订了波苏友好条约,恢复了外交关系。 暂时稳住了苏联后,波兰就开始向德国呲牙咧嘴,威胁德国不要轻举妄动。 当时的德国由于受凡尔赛条约限制,陆军被限制在十万元以下,并且不得拥有坦克或重型火炮等进攻性武器。 海军只能拥有六艘一万吨,装备二百八十毫米主炮的非无畏战列舰,六艘轻巡洋舰,十二艘驱逐舰和十二艘鱼雷艇。 不得制造及拥有潜艇。空军直接被撤销,不得拥有空军。并且也不得生产,储存化学武器。 而当时的波兰,由于不受任何条约限制,总兵力高达七十六万,是德国的七倍多,并且还有法国给他撑邀英国不支持波兰,在国际环境和硬实力两方面,都对拔了獠牙的德国有碾压性的优势。 因此,后来担任波兰元帅爱德华雷兹斯米格维,当时的料下的这句狠话,波兰要与德国战争,德国将无法回避,一旦发生战争,波兰人将在三天内占领德国,其实并非大话,当时确实有这种可能性。 不过此一时比一时,到了1930年代,由于纳粹德国的上台,德国经济飞速发展,把波兰远远甩在身后。 波兰和德国的经济实力,对比发生了大秘转。 面对德国的这种咄咄逼人的压力,波兰人有点手足无措,开始并急乱投一。 其典型案例就是1934年波兰和德国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,为什么说这个条约是波兰并急乱投一的典型代表呢? 因为波兰签订德波互不侵犯协议时,完全没有和法国协商,波兰甚至没有事先知会法国政府,所以当法国得知波兰和德国递结互不侵犯时尤为震惊。 并且,波兰同意了德国的要求,在德波互不侵犯协议中不确认洛加诺公约,使得法国怀疑波兰和德国达成了某种密约。 事后,时任法国驻波兰大使拉洛什对着媒体愤怒地说道,波兰政府的外交政策,非常自私自利。 这是非常严厉的外交措辞了,因为外交大使一般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,不会乱说话。 拉洛什大使敢这么批判波兰,显然就代表了法国政府对波兰的态度。 1934年6月,法国作出回应,法国内阁投票,通过外长巴尔都的东方洛加诺提案,主动和苏联的同盟。 法国的这个决定,明显是在要挟波兰。 因为法国的死敌是德国,法国和苏联其实并没有深仇大恨。 法国之所以敌视苏联,一方面是意识形态不同,另一方面是照顾波兰,不愿意牺牲波兰的利益和苏联交往。 但是现在波兰把法国卖了,单方面和德国缔约,给了法国一二光,这显然就是把法国从改善对苏关系的道德束缚中,给解脱了出来。 既然波兰能和法国死敌德国单方面缔约,法国就不能同波兰死敌苏联缔约。 不过,法国也没有把事情做绝,当法国抛出了这个东方协定后,还想拉波兰入伙,共同围堵德国,遏制苏联。 但是波兰对此邀请并不热衷,一直迟迟不肯表态。 最后在法国的反复催促下,波兰政府给了出一个让法国很失望的回复,东方协定不能替代和有损于德波或不侵犯协议的有效性。 立陶宛和捷克斯洛伐克,必须排除出这个条约体系之外,否则波兰不参加。 很显然,波兰政府不买账,基本等同于不会参加东方协定。 到了后来,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,波兰大使向法国外长伯内表示,如果法国出兵协防捷克,波兰不会出兵协助。 法国总理达拉蒂听到这个消息后,当场晕菜。 法国对此事迹恼火也无奈。 恼火的是波兰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大局,无奈的是法国单方面又遏制不住德国,无法抵挡纳粹德国的崛起。 于是,法国开始走上了随境之路。 也就是说,法国之前为了遏制德国,构建了一个体系。 波兰单方面和德国缔约,破坏了这个体系。 法国为了修补体系,也单方面和苏联缔约,准备再建一个体系。 然而由于波兰不感兴趣,于是这个体系崩塌了。 法国没了体系,没有能力单挑德国,所以才走随境之策。 既希望牺牲小国的利益,延缓二战的爆发。 因此可以这么说,波兰后来被虐,其实就是波兰自己造虐。 如果波兰不拆台,二战未必会是后来的走势。 后来发生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。 波兰在得罪了法国后,有先后得罪了苏联、德国、捷克斯洛伐克、立陶宛、匈牙利等周边国家。 可谓是人见人气,狗见狗闲。 如果德国或者苏联围欧波兰,根本不会有盟友帮忙。 不过就算是如此,当时担任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爱德华雷兹斯米格伟,依然嚣张地认为,波兰有百万大军,是世界第七军事强国,不惧怕德国和苏联的进攻。 然后,就没有然后了。 1939年9月1日,德国闪击波兰。 斯米格伟元帅引以为傲的百万大军瞬间崩溃。 法国虽然向德国宣战,但是,法国根本不想救波兰这个二五载国家。 因为法国已经认为波兰不值得自己拯救了。 同时,法国也希望德国吞并波兰后,向东去打苏联人。 至于波军统帅爱德华雷兹斯米格伟,他在波军被德军击败后,越境逃往罗马尼亚,并被扣留。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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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